干啥 五 四 九 我们有意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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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人说我回来 我们拿出我们百分之一万的历详 把意识拿来 再给我信心吗 有 这是我自己争的 不容忧的 吃饭啦 这是我刚吃饭的 是亲的 叶医师 你吃不饭吗 滚酒好吗 我刚吃饭的 这里的人 都没热情 尤其是乡亲们 好像 都把我当成大牌名义 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 村长翁爸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都会刻意讲过语 还叫我们吊气 不会啦 民政国中 宣诚翻 陈英书报告 英书的人生才刚开始 我却已经能遇见他的未来 我想要证明 只要勇敢 只要愿意尝试 就不是只能低空盘旋 也能展翅高飞 我也是明镇毕业的 那学长祝你飞得又高又远 这的医疗资源很不足 大病要后送 小病呢 像是牙痛 脚膜受伤 这些全部都要转诊 说是医疗站 倒不如说像财市场 像老人活动中型 他们每天都在那边吃便当 那两个是睡午觉 我就想说 我们在不在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但全大补就这一台救护车 我上下山一趟要四个小时 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我是可以跑几趟 你记得都来看医生 有什么不在乎化肺 虽然他们在我的治疗之下 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 但回去都不好好休息 我帮他们医疗有什么用的 去了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你感觉你在帮助他们 而他们不知道珍惜 但我感觉 是他们没有嫌弃你 他们接受你 你朋友失血过多 但是我们已经通知救护车了 待会儿会送到大医院 你们这不是便宜吗 你们是不是不想负责 不是 没有手机会有手 姐 这是地方法院 爱丽草还在位 你拿来渡会馆的机票 两张都跳票了 你们都把我抵护了 都把我抵护了 我是渡会对不起你们 偷偷 谁来的 喜欢对不起你的 他年轻人漂亮 是我被你受 所以我只能体贴 把他当公主主 我不求他什么 只希望能够陪着他 为什么这么难 真 你哪儿 我想请辞大普的工作 既然我要研究中药对爱症的治疗 应该要有所驱使 给我 你哪儿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喜阿平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听过 真文水库 它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水库 但是您知道它在哪里吗 嘉义县大浦乡 今天细说真人生的节目 就要为大家介绍那个 好山好水好地方的真实故事 在光里的人 赶紧来欢迎两位最佳男主角 第一位对于大爱剧的观众朋友来说 好久不见 欢迎我们的翁嘉明 嘉明哥好 嘉明师兄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恩嘉明哥 另外一位对于大爱剧来说 他是第一次参与演书的新朋友 不过早就得过金钟奖 最佳男配角殊荣的王传一 欢迎 好美师兄好 大家好 我是王传一 来 两位在戏里面都是演大一王 我们尊称大一王 就是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医生 这一次为了演林凡信医师 你下了很大的苦功 大爱的戏都比较精致嘛 所以角色的定位也都是真人真事 那类似像这种比较 我们这种就是有代表性传奇性的 而且是真实人生的 对演员来讲都是个挑战 我们要对真事人 真的人 真的这个男主角 男主角要有交代 所以我们不能乱演 所以每次在接到这种 属于有这种 这种角色的时候 我们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它毕竟不是杜撰 你可以发挥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 它有它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情绪 个人的色彩 所以在揣摩上面来讲 我们就必须要多花一点精神 所以这次不管是从外形 幕后同仁帮你头发飘烂 或是服装上的设计 包含鞋子 衣服 都是希望跟本尊 林凡信医师 能够留守连结 而且确实也是照着本尊的方式 他的样子去做的 他本身这边有白头发 一戳白头发 然后他的 他在日本留学过 所以有一点 有点就是有品味的一个医生 非常注重细节的 有欧洲的绅士的感觉 所以他的衣着 还有他所用的东西 还有他的动作 都带有一点雅皮绅士的味道 喜欢听古典音乐 喝这个 红西咖啡 都是比较讲究的那方面 然后看书什么的事情 所以在他身上 散发的是一种成熟 又有点有雅皮雅似的味道 所以说在这上面 我们就必须要去揣摩吧 不像我那种大老厨的感觉 不会 你一直给我们那种蚊子冰冰 就是很小声的那种感觉 OK 可能也是基本上要有点接近了 所以说来演会比较像一点 很紧张 很紧张 就像林医师一样 如果他没有这份热情 和对所有居民的这种爱 他很难把这个工作做好 他可能就是坐几天就觉得 这个环境不好 生活也不方便 所以他就想下山 那拍戏也是一样 如果觉得很辛苦 那就没办法持续下去 所以既来之则安之 林医师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斯文 而且有在日本流过学 然后他本身也比较稍微 有一点喜欢古典音乐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 很有品味的一个医生 所以在他的行为举止上面 你要表现得出来 就是那个有点典雅 有点斯文 有点雅皮的感觉 表演上面来讲 就会跟导演设计一些小动作 我想说他在古典音乐啦 还有你看他在喝那个咖啡 很讲究红析咖啡 所以这个人他一定有很多的 小小的那种艺术 还有一种文化的熏陶之下 出来的一个人 好香喔 都不说话的 就是意境的东西 所以这个戏拍起来很有味道 将来电影感很臭 所以就很棒了 自己来到这个大浦这个村呢 才感觉到说 原来当年医生上来这边工作 其实是非常的苦 而且他要面对的是整个村庄 然后所有人他的工作量非常的大 而且24小时只有他这个医生 留守在这边 他等于是要stand by在这里 所以那个压力有多大 然后面对的所有的医疗问题 他都要解决 那医生也不是万能 据我知道他是妇产科 妇产科有他的专业 有一些受伤 手割刀啦 还有一些摔跤 头破血流的问题 那他要怎么学习这个东西呢 所以当初他上来的心情 应该是很复杂的 张罗马 张罗马 来 你有个人吗 给我给我把车 来 去吧 你找个人吗 我现在在这里提醒 以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老医生 到七十几岁 他退休之前 他还是不断地在学习 如何缝合伤口 如何急救 所以医学的知识 他就不断地在增进 不断地在学习 下山去学习 不懂地他就翻书 去图书馆查 去询问 他真的是有那一颗 非常非常热忱的心 在服务所有的居民 所以他在这里产生了一种 人生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然后他也不想退休的 他就留在这里照顾所有的人 当初的感觉也是觉得 尽量地去揣摩他 把它演好 扮演好 林医师这个角色 可是当你进入了这个角色 到山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爱他 因为你会感受到 剧本里面 他所散发出来的做医生 对这个大浦香的一种责任 接触到他们每一个病人 需要你的感受 然后在那里学习到的不是说 他们能 我们给他什么东西 学习到的是他们给你的东西 而不是你给他们什么东西 所以戏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个感觉 就说林医师的感觉是觉得 他并不是做一个施舍者 而且他是被施舍的人 他得到了他们的 从他们身上学到了 怎么人怎么活 怎么样活下去比较有意义 看到他们的勇气 看到他们的坚韧 看到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之下 他们怎么样为 为他的人生在奋斗 所以他学到的是反馈给他 所以林医师在下山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就说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给予者 但是当我下山的时候 我发觉到 我是在你们身上学到的很多 我是被施 对 被给予的 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人生的一个意义的体会 当我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在山上也是有这种感受 就是觉得 好像人跟环境 还有当地 还有跟林医师也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会很自然地在那里 感觉上好像不是在做表演 不是当演员 好像自己就是跟医生一样 跟传艺一样 在山上就很自然地在那里 不是表演 是生火了 生火了 就变成生火了 我想传艺应该也是已经走入 叶鸣县医师这位中医师的生命里了 灵魂已经魅举到了 其实在这个两个半月之间 是真的完全在那个角色里面 对 因为我是常住在那里 因为嘉明哥那时候因为可能有一些 台北还有别的东西 其他的工作所以他来回跑 可是我基本上那两个半月都是在大浦 对 所以我自己会花时间去跑步 因为大浦全部大概七公里 我自己每天的一个给自己一个功课 或者维持的状态 我就去跑跑步 你说还湖吗 不是 还整个大浦厢 那也在真文水库旁边 是 是 那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很多乡民 因为我们真的是找 真的乡民来当我们的演员 当病人 零演 所以我去经过的时候我就会打招呼 那他们也会说 叶医师 我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姓王啦 这是真的故事 大浦在2002年5月我就去过了 我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封闭的世外桃源 外面的人要来到这边事实上是不容易的 后来 最后来大浦拍 二话不说 我就直接答应 也是第一次能够跟大海合作 你好 你好 零师 你好 来到这边以后才更深入到说 这个地方原来是比想象中的更美丽 因为游山玩水 重点是人情 大浦最美丽的地方 车祸的东西就是 他们之前台山线的路况不是非常好 台风天之后 然后一些土石流的关系 阻断到他上山的一些去路 而导致他不小心打滑吧 翻车 所以这次我们也请到了一些 五指开车的那个特级演员 把那一段的状况拍得比较稍微惊悚一点 出来应该会蛮精彩的 因为五指真的撞到山沟的时候 安全气囊还爆开 我幸好一切都平安 坚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一件事情你要持续做了二十年 每个礼拜三 加一市区到大浦也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然后来回这样就三个小时了 除了在大浦看诊以外 还有接触的一些社区服务 都是让我们会觉得说 他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人心 你才有办法坚持做到这样的事情 而且对于他自己来说 我相信持续的跟大浦相亲接触的时候 他发现大浦相亲的可爱 他才会愿意这样做 我相信一定是这个样子 今天是 我教练的环谱 我现在在拍空的佩戈 我现在在拍空的佩戈 余医师正在要参加那个面试 准备要演戏 看了不是中医 看了是决 慢慢眼睛看下来 看下来 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就是西医 然后就我所知 叶明仙本身他自己的角色也是 为了医疗自己的爸爸 因为爸爸自己之前也是 一生之后一些病痛所苦 所以他就为了自己的爸爸 而转到中医这个领域 他基本上一个礼拜的时间 都是在奉献的付出 那就跟我爸爸以前很像 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都会像那么一样 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他的有点负负 如果你这样讲 那就感冒就炸到 你跟你说 我卖喔 真的 真的 真的啦 我有看他的士兵 我都知道了 我就觉得他很爱笑 就是他 他认真的时候很认真 但那个笑文 我的鱼尾文就特别多 所以刚好跟真正的角色 会蛮相似 所以我自己在里面的时候 也尽量常常会有苦笑 然后真正开心的笑 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 有点贴近他 看到拍出来的 那个真的是像您说的 好山好水 好地方 非常 空气非常清新的地方 就是在我 像我自己在里面住了 两个半月 我才发现我真的有点捨不得离开了 这是真的 因为我在里面有一个台词 就是这些人就像是蜡烛一样 就像我刚刚一进来 我有看到 照亮 我们这个英文名字 Illuminating Heart 我觉得没错 这个英文名字也取得很好 他们就像蜡烛一样 他们可能 能力没有到大都市人那么强 赚很多钱 完成很多事情 可是他在努力的生活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取得很好 是 中文名字在光里的人也是 他们就是一群在光里的人 你观察好细腻 是的 因为我对于这部还花了蛮多的心思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真实又不会太歌功颂德的故事 因为这真的是摆在我们面前 对 因为他在身上他有眷恋的事情 有挂念的事情 所以他在大龄其实也很忙 就我所知他现在礼拜三去大埔 礼拜四就三亿的一个新开的时间 对 中医医院 我个人认为他一定很喜欢开车 喜欢旅行 就是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都是用开车 他不做那个 对 有一次我在外面大厅遇到他 对 我说叶依士 你怎么来的 对 开车 我从嘉义开车来的 是 你坐高铁就好了 他说我可以自己堵住 是 没错 我觉得我刚刚我想说 有可能他会这二十年的坚持 就是在一个礼拜忙碌的 有点精神疲惫的时候 给自己一个远逐的机会 有可能 如果我是叶医师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要谢谢他 我谢谢他愿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 为这个偏向的地方 付出自己人生最精华的时段 是 而且 是不求回报 因为就 我知道他是八点多 准时开到大浦医疗箱 就是我们常拍戏的地方 医疗站 那事实上 就一个正常的工作时数来讲 晚饭时间 他就已经 可以放松回去了 他没有 他还是会居家服务 到现在 我们在拍的这两个半月 都会有在 街上拍到戏的时候 看到他自己开车 开到哪里 可能八九十岁的 老先生老太太 行动不便 加法 过来 感受一下 药够不够 或者是哪里有一些 即时的酸痛 因为他 我们同时他知道 他针灸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即时的舒缓一下 他就是 这么一个温暖的人 所以我是 想感谢他为 大浦湘明的付出 也是当然为 大灵相亲的付出 都有 就是我真的觉得 嘉义这个地方 有叶明现在 真幸福 除了叶明先生医师 还有林凡信医师 观众朋友 明天10月3号开始 你一定要 然后周一至周五晚 今天八点一定要锁定 因为还有 今天没有谈到 比方说王传一 他如何去揣摩太极的功夫 真的很像 而林凡信医师 他本身是一位 妇产科的专业医师 当他出到山上的时候 大家相信说妇产科医师 来得有多少 他要如何自己去认真 用功 不断地精进 戏里面你看了就知道 而在这个大浦湘 有一位一直带领的村民 感恩两位医师 想办法那么留住 而且是一位向着阳光的人 是谁呢 请看 在光里面的人这个角色 我觉得 发生很热心的 很酷 内心是非常热忱的 他要想要帮这个村子里面的 所有人都能够照顾得到 生活也好 各方面他能够照顾得很周旋 所以他为了这些人 他必须要在大浦湖这个地方 想办法怎么样发展 就为了这个村 就是他请全力去做这样 王伯啊 他现在又不来啦 你说喔 每个人喔 狗狗是女 人家来了 马上好 要让个五千个村舍 拜托便了 你好 你资深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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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他本尊相片 听他们叙述了以后 对我来讲 这角色应该觉得 会还蛮能够上手的 觉得可以吗 满意吗 OK吗 当然喔 因为他还比较熟 他的脸型啊 有没有 他的脸型就很熟 了解 还有那个 手脚也是一般的 跳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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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种感受 真的有点赞 赞 是啊 难得 是喔 又拉着帅哥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 翁妈非常想念翁爸 好像看到翁爸 还在的时候的感受 那时候其实心会有点灸 就是自己在 因为我要诠释翁妈 然后看到她那个样子 会小小的心疼 可是可以感觉得到 他们两个真的感情非常好 就觉得他们过去的生活点滴 然后翁爸的整个过程 然后为民服务 然后跟翁妈相处的方式 看到那个家 我觉得就有点鸡皮疙瘩 有点感动 所以演起来会比较更踏实 更实在 虽然是住在深深里面 他们都充满了希望跟能量 而不会因为被锁在这里面 然后每个人都欲欲缓缓 不会 他们心里散发的力量 正能量 让大家能够看到 虽然住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人 所散发出来的能量跟力量 是无限的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欢迎回到戏说真人生的现场 来介绍在光里的人 灵魂人物 制作人关兆宏 阿民师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紧接着介绍黄彩仪 阿民哥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年轻貌美的廖晓彤 阿民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彤 其实我们在准备这出戏 要录影之前 很多的朋友就会问我说 什么是在光里的人 在光里的人 是 制作人要不要给我们一个 开门见山的说法 是 到大埔要经过台山县 台山县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台山县就好像我们台北到宜兰 要走什么 北宜公路 在徐区也还没开通之前 对 北宜公路怎么样 九弯十八拐 九弯十八拐 大埔那个台山县 它就是九弯十八拐 而且它比现在的那个 北宜公路还要再窄一点 那个弯度是非常惊险的 我看空拍有时候好像只有单县 是 它没有画中间那个县 对 没有 经过了那个弯度以后 等于我形容它就是一个黑暗期 非常的惊险 黎明前的黑暗 过渡期 但是快要到大埔的时候 你会看到大埔桥 对 大埔桥你一到了那个地方 因为干嘛 就看得到大埔乡了 心里就安稳 是 感觉有一个光芒照射下来 所以当初我们取名字 为什么会取 本来是住在光芒的人 本来住拿掉 就是在光芒的人 是这样子的由来 大埔乡的中间就是真文水库 真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那大埔乡是嘉义县 人口最少的乡子 没错 百分之二十的人 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没错 所以村长夫人就多么的重要 我们来介绍翁妈 因为村长姓翁妈 那您扮演的是村长夫人 村长夫人 对 我觉得翁妈对我而言 跟平常的乡亲 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 她的观照其实很细微 就是她是用一种很温柔 跟很细微的方式去观照大家 这样子也照顾剧组 对 就是她其实我们每次在拍戏的时候 她其实都去上班 所以没有不在这样子 可是她都会就是特地的联络一下剧组的人 说那什么时间 我有空你们在不在 你们还在不在那边 然后她就会送东西过来 她就会准备就是类似水果 而且是切好的水果 对 就是要不就是煮一锅汤 自己煮的汤 然后所有 就是里面是综合的蔬菜汤那一种 就是她关心人的方式是很温柔 然后很仔细的去贴近 你需要什么 然后我来提供给你的这一种 对 很舒服 很舒服 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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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散发出来的情感 内心的戏 虽然没有办法表达 但是她还是用她的眼神跟情绪 来让大家知道她心中的寡爱 寡念 其实我会想要跟我妈讲说 就是 我妈你做事情也可以多为自己一点 因为其实我感受到的是 我妈都是一直为别人 就是不管老公还在的时候是为老公 然后她现在还是在持续做慈悸人 所以其实她也付出了很多心力 在就是要帮助的人这样 可是我会希望她可以 多留一点点爱给自己 每次在从台北下去 然后再进到山里的那个转换的时间 就是也是很像我的心境的转换 就是到了一个 好像是乌托邦的地方 在那边 真的 看到大浦桥 她整个开展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你完全会觉得 她好像很奇妙的感觉 你在台湾但又好像不在台湾 真的 所以就是到那边的这种心境的转换 也是帮助我就是在建立这个品妃角色 因为品妃她是一个从外地 嫁进来的媳妇 那她一开始是非常不适应的 因为她在外地是住在城市里面 那她当然她的才华她的能力 不是用在这些农物上面 那因为但就是她到了大浦之后 因为当地的经济来源都是以农物啊笋子啊这些 套山吃山啊 对对对对 就以这些为主 所以她在嫁进来的这个生活的落差 让她非常的郁闷 也感觉到她自己的才华 没有办法被好好的施展 嗯 她最不容易就是她带来人身体不熟的地方 然后有个医疗站 然后跟乡民友儿接触之后 然后她就深入到了每个乡民的家庭里面 看见她是这么样贴近当地的居民 而且知道每个居民他们生活的困难 不只是身体上的困难 还是心理上甚至是生活上的困难 然后成为她跟叶医师之间的桥梁 刚开始一定比较有办法 每一次我来拍戏的时候 我一定会看到真实的嫔妃姐姐 没有自然要冰起来 不然那个很快会坏掉 她总是就是在旁边默默地关心大家 就跟当地的人一样 大家的心呢都是非常的温暖 即便呢她们面临到生活的苦难 但是呢总是笑着面对 而且不忘记去温暖的动作 对待别人 你可能本来自己生活中也有一些 灰暗的地方 或是一些比较郁闷的地方 演了这出戏这个角色之后 有让你的光亮了吗 有 我觉得阿明哥说很好 就是 就是演这出戏也真的蛮疗愈的 因为你 因为这真的 就是你原本是看剧本 还有一些他们的纪录片 然后你到了当地 你就看到本人就这样子 笑嘻嘻地在你面前 就觉得哇 好震撼 因为真的就跟剧本上讲的一样 就他们真的是 虽然他们生活很不容易 特别是那个书也有提到 就是他们生活很辛苦 但是他们总是就是用笑容去 接待我们这些外来的人 然后就像彩虞老师讲的就是 他们都是很无私地分享 对 他们有什么就给什么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的辛苦也不算什么 对 对 他看别人想想自己 对 对不对 彩虞老师呢 我觉得是因为演了我妈这个角色 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光 就是他们自带光芒的那一块 会感染到我们 而且那个东西就是 因为你在经历这些事情 你在诠释 所以你就是那么自然地 跟他们一起笑 然后一起开心 一起分享 这个经历的过程 我觉得好舒服好感人 光 其实你看得到摸不到 就像爱一样 大普相亲给我们的爱 你能够被它的温度感受到 但是摸不到 但是可以感受到 就像太阳光一样 光在前面 黑暗在后面 太棒了 OK 两位都觉得大普的土会黏人 大普的相亲 就如同我的家人一样 下面这三位演员 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继续看下去 也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今天难得有这种天气 因为现在才几点 三点 三点多 要不然以前三点这个时候 还是很热 我已经有点记不得 就是我以前来的时候 水会更低 就是 可能比现在低大概一层楼左右 然后我们是从 这个附近的老婆地方下去 游 以前我在节目的时候 可是我 第一天来到大普 就是以前我来过的地方 都是被淹没的 那也问了这边的小民 就说他们这个其实 当然是暴雨 可是最大的问题是 泥沙的淤积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 环保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以大自然卫武 演的角色也是 人情土清的感觉 所以这个比起我以前演的戏 厚度多了很多 这边倒炸缸吗 好 好 来啦 来啦 谢谢啊 这不是我们的吧 你们刚好看到一台公车下去 然后那个邮局的人员很急的 在把一些包裹送上车 比较大城市的邮局 你可能可以 自己建计到晚上八点 在大普 他的收件时间啊 车班的时间都不一样 都要提早 然后错过了就没有了 很可爱但也很紧张 我觉得真的住在大普 所有一切节奏都慢下来了 然后骑脚踏车出去在路上 真的可以好好呼吸耶 我说真的 在台北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多时候都好 快快快 快啊 还要再快 好像这个世界没有叫你停下来的时候 然后好还要再更好 但在大普 大家好像有一种 怎么样都很好 没有太多好计较的 没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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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洛室吗 不是 那个洛室 生活不是特别的富有 不是有太多的都市的一些五光石色 但是他们可以靠自己的生活 然后跟隔壁邻居的一些互动 然后可以带很多温暖 你来这边 你就可以被他们的这些热情感动 然后慢慢自己也会变成这样的人 再度回到细说真人生的现场 来介绍三位年轻有活力的演员 第一位是张彦诚 阿民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各位来这位 那是用小小的味道 小鲜肉 蔡添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蔡添佳 在里头是演阿琴 我说 看到阿民真心的功名 我说 看到他你就觉得 人生还有什么苦的呢 欢迎我们的游小白 阿民师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游小白 今天我们知道 只有一个女性 所以我们让彦诚先说好了 这个在光里的人 其实就是讲 大陵慈基医院派驻到 嘉义大浦医疗站 医护人员跟相亲的故事嘛 一开始 两位医师已经讲了 他们重医的一些部分 那医护 今天瑞轩没来 对 你是代表了 就由我来代表 就是那个时候 我在剧中饰演林佩瑶这个角色 那他是误打误撞 就是上去大步 那时候就想说 好啊 就是一个工作嘛 就去做做看 没想到大步这么远 那误打误撞上山之后 然后就开始觉得说 这个不适应 那个不适应 但慢慢的开始 被湘民感动了 发现 原来他们的单纯跟可爱 才是 自己才是那个 收到礼物的那个人 然后他才就是改变了 对他就是 从事护理行业的一个想法 然后尤其心境 会有很多不同的看见 就是我们都是住在都市的人嘛 那大埔 它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从嘉义市到大埔 就要上去 就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可是你去到那里 你会发现 好安静 生活的步调好慢 好像很多事情都不用那么在意 不用那么纠结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 从你身上看到光了 因为我们是在光里的人 天佳来 天佳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年轻人 在地的年轻人吧 对 我在里头饰演的是阿晴 然后他是一个 从小就生长在嘉义大埔的年轻人 那因为嘉义大埔那边 我其实是本人第一次到大埔那边去 然后我观察到一件事情 那边很多都是阿公阿嬷 然后叔叔阿姨 但叔叔阿姨的比例 可能还没有像阿公阿嬷这么高 那阿晴这个角色 就是代表大埔年轻人 就是大多数年轻人 大概都是到国中 就到外地去念高中了 在大埔当地没有高中 所以他们就是国民义务教育之后 就只能到山下去上高中 所以他们就要索性在都市 开始生活 工作 求学 那大埔就只剩下老人 嘉义县大埔乡 曾文西上游 阿倩这个角色 我觉得跟我自己本身 有一点点距离 因为我自己本身 不是一个这么草根性的人 你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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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大埔家 祖先到大汉 不像兄弟 其实我一开始本身的台语 没有这么的流利 这边还是有一些做工年轻人 然后我会观察他们 平常怎么样说话 然后跟朋友们打闹 他们也有来帮忙 所以我都会 他们来帮忙 当灵眼的时候 会跟他们打成一片 慢慢地跟当地人混熟 然后当地人也很热情地接待我 然后让我可以逐渐地感受到 我也是大埔的一份子 逐渐抓到说 阿倩这个人 他的草根性啊 然后他平常会怎么样说话啊 怎么样走路啊 怎么样想啊 之类的 昨天我买病的时候 昨天我买病的时候 我被那个病店老板娘问说 阿你是谁家的小孩 我超开心的 代表我脚车建立成功 你被认同了 我算是个都市的小孩 在这里生活 其实对来讲 还是非常新鲜的 非常的特别的 也会觉得是 如果在外面都市生活累了 会想要回来的地方 因为就是与世隔绝啊 然后大家都知道你是谁 彼此都会互相的照应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一种 不可比拟的亲切感 跟归属感 洪八 你老我一家就好吗 你老 要好好做工作呢 我来了 一种情依 一种力量 洪八一直把那些年轻人 在大埔年轻人 都觉得 要把他们放在心里里面 都好好照顾他们 然后大支 这小孩子 又很嚮往都市的生活 但洪八也是过来人 什么大疯大疯 没见过 知道大支 会是怎么样的个性 万一出去 变成怎么样 他是自己心里有数 但大支又 执意坚决要出去 所以很不希望 山上小孩子出去 有变化回来 所以他心里 一直牵挂着 我自己本身是追求梦想 然后想要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那阿勤本身也是 但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照顾好长辈 也不是说只想在这边安身立命 而是对他来讲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活得平凡 健康 快乐 然后可以陪着家人 每天很努力的去前进 然后去把自己本分做好 我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 其实因为这次拍戏的关系 有做工程的戏 让我可以更知道 我爸是怎么样把我养大的 然后是经历过什么样的辛苦 回到大福这边 也可以看到 因为这边的工作机会不多 所以这边有工程 对于当地年轻人来讲 也是件好事 不管是铺博游路啊 还是民隧道工程啊 其实每一天的工 就是多一份的钱 那我觉得这边有工程做 是对这边 创造一个很棒的工作机会 小白在戏里面的角色 说实话 让我们看到了 好像 也没有什么苦 看到你的感觉 看到你的感觉 介绍一下你的角色好不好 我在戏里面 是演一个村干事 然后村里面的一些大小事啊 或是各种 我都要去参悔一下 所以其实 在戏里面的每一个角色 我应该是 算都有去 touch到的 对 然后我其实蛮感谢 在光临的人 因为他让我们可以 住在那边 然后我算是 从头 住到为的演员吧 因为大家有的都有回去 但是我是从第一天开拍 我就去 然后住到最后撒青 其实第一天我就透过 用跑步的方式 然后去 跑每一条街 然后去 感受每一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 其实这样子对我的演戏 跟进入这个角色 其实有蛮大的帮助 而且是因为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 都有住在阿嬷家 一个当地的阿嬷家 像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啊 他就会 煮两颗水煮蛋给我们 水煮鸡蛋 然后就让我想到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 到长大 我只要农历生日 我阿嬷就会 煮两颗鸡蛋给我吃 然后 但我阿嬷已经过世了 所以 这次又上山 然后住在这个阿嬷家 然后每天早上 看到那两颗鸡蛋 其实就会让我想到我阿嬷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埔 这个地方的人 其实他真的会用 就像他讲的 其实我们不是去 去付出 我们其实是去 去吸收他们 给我们很多一些正能量 听说你跟本尊雷同度相当高 我其实是觉得还好 但是因为连他们 包括相待的那些人 都说很像 应该说大埔相信 都很疼我们外地 去那边排斥的人 剧组的人 但对于小白 大荣 真是疼爱有加 他真是可以去那边 选村长 选里长 绝对高票当选 我觉得你夸张了 一疼断到阿嬷家 有一段很长距离 他骑那个滑板车 后面骑脚车 沿路就一小白一大荣 他应该是用时间累积的 因为从头到尾都有 对 因为待在那边 深耕 对 而且每天早上 因为每天只要没戏 我就会在外面晃来晃去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我 可能已经想过我是当地的人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像阿明哥说的是 累积 时间成就一切 时间成就一切 就像这书在光年人 我们要呈现的就是从2002年到2016年 林凡兴医师他在山上 还有燕鸣医师每周三上去看诊 这样子的时间序 你看一拉14年 我们才上去两个月三个月就觉得说 当地的生活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 不过我们回到这出戏想要传达 在光里的人 明天晚上八点就要播了 我想给你们一人一段时间来推荐这部戏 我觉得在光里的人 他是一部就是非常可爱的戏 就是观众看了会悲喜交加 就是又会一边笑 但又会一边流眼泪 他会那种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的感觉 然后在每一个角色当中 我相信观众每一个人 也都能找到对应的共鸣 就是每一个人在戏中都可以找到自己 这样 在戏里面可以找到自己 对 我也要跟大家推荐 他跟张瑞仙真的演得赞 把他们的革命情感 演得真的活灵活现 谢谢 达哥 推荐大家在光里的人 自己的感受是 可以在故事里面去感受到 最温暖 然后就是可爱相亲 然后很像光一样的笑容 然后暖暖的 你会感觉到 有剧情的悲伤 但是悲伤又感觉到一种人生嘛 就是会笑笑淡然一切 然后你就会从黑暗中看到一道光蜜一样 就是一群在光里可爱的人们 就像制作人说的 要看到宝藏之前 是要经过一条黑暗的道路 对不对 小白 我觉得现在我们大部分都市人都不是很快乐 因为我们都不是真的获得快乐 因为我们在希望可以比别人快乐 但我去大埔之后 我发现山上的这些阿公阿嬷 他们都很容易就快乐 因为他们可能 比如说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干嘛 或是去拔个竹笋或什么 他们都可以非常开心 所以我其实导演很厉害 他把用透过这部戏 他把大埔的人的那个单纯 那个有把它拍出来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部戏 然后可以去寻找到 怎样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获得快乐 其实单纯是一种看似简单 但是困难的事 但只要有心就不困难 静思雨说 就是正眼上人告诉我们说 真正的快乐不是拥有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 相信只要不要爱计较 不要爱比较 晚上就好睡觉 但是别忘了 别忘了 明天10月3号晚上8点 开始周一至周二晚上 让你看到一部清喜剧 也让你看到光 原来我们自己都有光 也要感恩医疗人员守护 这块纯净的净土 再次感恩三位 也预祝明天开红盘 收视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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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谢谢阿宁哥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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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心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